那我想这就是学生 一个比较心胸想爱的动作吧 而且我认为说 其实台湾就是个言论自由多元的环境 那么大家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气度 去接受去宽容不同的言论 就像是我们也会去宽容台国的言论 是这样的意思 从历史文化血缘还有不足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不对 中国人他不是对岸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身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住在台湾 我们同样的是中国人 就是广义的华人 我不懂得我讲说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有什么不对 我发这个提论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时间点 那么我现在可以讲 就是林洋的夺冠 这个李洋跟王岐民的夺冠 那么是台湾人之光 中国人的骄傲 这样可以了吗 我觉得李律今天的表现 有点像排球的A4快攻 而且杀球直接扣杀 扣到对方球员头上 而且打脸上那种 对弹出界得分 来得又快又猛 我先跟欧小林委员讲 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大概不到百分之五 你没有权利代表王岐林跟李洋 说他们是中国人 我们拿两届奥运的金牌 男子羽球双打 关中国人差事 关中国人什么事 那就是我们台湾之光 他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欧小林我希望你搞清楚这一点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你凭什么当立法委员 你连自己哪一国人你都不知道 你现在领的薪水是领人民币吗 你现在拿了护照 请问是哪什么颜色 请问你有没有偷偷藏起来 另外一本护照 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 自己是中国人呢 在这个地球上 你就不可能同时是台湾人 也同时是中国人 东小林 你要当中国人 来 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 来找我领机票 我送你商务仓 台北直飞北京 你就不用回来了 那台湾选手一直被中国打的 那你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其实对台湾选手 好不公平 您的看法 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那里 一直耍这种小动作 其实是没有必要 其实在奥运的平台上面 它就是一个公平竞争 而且应该要能够 让所有有实力的选手 都能够在那个场合上面 然后尽量地去展现 自己的球艺 所以那大陆这里 如果说他们就是 常常做一些杯葛的动作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那我想这就是学生 一个比较心胸狭隘的动作吧 而且我认为说 其实台湾就是个言论 自由多元的环境 那么大家都应该要有 这样的一个气度 去接受去宽容不同的言论 就像是我们也会去宽容 台独的言论是这样的意思 那以前有说 他说这个委员你说的 林洋佩是中国人的骄傲 然后对反咨询的提出质 这个你怎么看 我想他对反咨询的意义 是这么不了解的 所以他昨天在 言词辩论庭上面 举的那个实力 根本就不是反咨询 请教黄哥 我想说现在台湾的立委 到底领的薪水 是新台币计价 还是人民币计价呢 为什么整个割背 往外弯的感觉呢 好重点是 那你看就是万卫思考 还是蓝白就想要 永远当在野党呢 如果他们变成部长的话 这个立场就不一样了 但重点是 翁晓菱现在脸书上面 奇怪你po了 你就不要再改了吗 如果你站得出场的话 那你干嘛一改再改呢 好改两次 这篇是在原先po的 就说里面什么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两岸中国人的骄傲 结果这篇呢 就三文了 三文之后呢 最后呢 还是要强调一句话 不管谁赢啊 都是两岸中国人的骄傲 他终于找到了 这个中国台湾的共识局 让王亚红说 那你赶快翻过去嘛 翻去中国就好了嘛 我觉得李律今天的表现 有点像排球的A4快攻 而且杀球 直接扣杀 扣到对方球员头上 而且打脸上那种 谈出界得分 来得又快又猛 因为不过是昨天跟前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先跟欧晓玲委员讲 不管就台湾 类似包含政大选严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或其他民调机构显示 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大概不到5% 那如果说你是身为国民党不分区委员 你想要当5%的少数 那我觉得你就 我讲过 我说任何台湾的公职人员 只要认为他是中国人的 你都可以来找我领单程机票 钱我出 你就不用回来了 快走不送 这是第一个 所以在台湾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第二 如果欧晓玲委员 他应该知道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 因为他后来在改版的这里面 这一删除版 他这一段有写到 看到已经连续两届奥运赛的男子羽球双打 都是两岸的中国人在对战 很抱歉 这一句话 翁晓玲委员 你没有权利代表王麒麟跟李洋 说他们是中国人 你可以有你的认同 但是你没有权利帮我们决定我们的认同 而且 如果你就 你稍微去读一下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 观众朋友 线上网友 你如果要查的话 可以直接马上查 因为他里面都有中文 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已经决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里面 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所以你现在在国际上 你讲你是中国人 绝大多数90%以上的人 会认为你的国籍叫做PRC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只有自称为台湾人 你才不会被误认为 你是对岸内国的人 因为你如果拿着护照出去的时候 颜色就不一样 对 而且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我跟你讲 就不用别的 你去日本 我相信很多去日本人大概就 我们在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很多日本的店员 他听到我们在讲华语 他说 他有问你说你是中国人吗 通常你跟他讲 你是台湾人的时候 他脸上那个笑容 就马上就会出现 如果你讲你是中国人的时候 他的表情应该就很普通 但是晃哥你知道 这翁晓琳的语气 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们是台湾人之光 中国人的骄傲 这样可以了吗 不是 那这样可以了吗 是要对谁交代 我觉得这个我们拿两届奥运的金牌 男子羽球双打 关中国人差事 关中国人什么事 那就是我们台湾之光 那他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下来把他说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广义的华人 我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 华人跟中国人是不同的概念 你去告诉新加坡人说你们是中国人 你觉得新加坡政府会不会给你两耳光 但是你跟新加坡讲说你们很多人是华人 OK 马来西亚很多华人 菲律宾有华人 印尼有华人 华人跟中国人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指的就是一个政治上 你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或公民 才叫做中国人 欧晓琳我希望你搞清楚这一点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 你凭什么当立法委员 你连自己哪一国人你都不知道 那请问 你现在领的薪水是领人民币吗 你现在拿了护照 你搞不好有出国吗 对不对 应该不是绿色的 对你拿的护照 请问是哪什么颜色 一定是绿色不然怎么当立委 对他只能拿绿色的护照 他不能拿别国的护照 对不对 那请问你有没有偷偷藏起来另外一本护照 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呢 这个事情没什么好拗子 在台湾任何人特别是政治人物 如果讲你是中国人 你不要跟我拗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因为这两国国籍彼此互相并不承认 你可以是美国人也是台湾人 你可以是法国人你也可以是台湾人 但是很抱歉 在这个地球上 你就不可能同时是台湾人也同时是中国人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欧晓琳你要当中国人 来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来找我领机票 我送你商务舱台北直飞北京 你就不用回来了 有关于这件案子 本邦主张不受理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它是规范立法院如何去行使职权 而与监察院总统行政院等等是无关的 那么再说就是就立法院民进党党团 他们这次提出示线 也违反了这个少数立委 申请示线的原则 因为他们其实在这次的很多的条文里面 他们是依照民进党党团的再修正斗议所通过的 也就是他们也是赞成里面的很多的条文 那么这个部分他们又提出反对 所以他们原来是赞成 现在又提出反对 这个本来就已经是违反了近反言的原则 那么再说就是他们也可以尝试先通过修法的方式 来解决认为不合理的条文 但是在还没有穷尽所有的手段 没有去尽力的尝试先提出修法 那么就进行提起宪法诉讼 这个也是不符合现在宪法诉讼法的规定 委员我们想要问一下 就是您在这个微信上说 林阳佩是中国人的骄傲 那现在您的清大办公室也被贴上中国客座教授 这种看这件事情好像引发蛮多台湾人的不满 从历史文化血缘还有不足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不对 那么我们是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 那么从我刚刚就讲的就是从整个方面的角度来说 中国人他不是对岸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身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是住在台湾 我们同样的是中国人 就是广义的华人 我不懂得我讲说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有什么不对 更何况我觉得重点在于说 我是要恭贺狂贺这个林阳佩夺冠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对于大陆 很多的球迷朋友 还有关心台湾的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所以我想很多这个攻击我的 或是悲逸这件事情的民众 他们可能划错重点 那么我认为说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那王永直一说 您在那个脸书发文是说台湾之光 但是为什么到了微信 就变成中国人的骄傲 我发这个提文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时间点 那么我现在可以讲 就是林阳的夺冠 这个李阳跟王岐民的夺冠 那么是台湾人之光 中国人的骄傲 这样可以了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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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出 MAIN 救出 MAIN 我突然拒绘 BEN ザ